說到這麼多話後 其實你的受眾是誰 其實就是千禧一代 90後 95後 95後 大陸有5億6人 佔了人口40% 消費貢獻80% 你記住這個就可以了 原來我現在target的audience 是佔了80% on consumption 40%人口 這個是說內地 香港都差不多一樣 我們全部K11的載體 70%都是年輕人 所以他們其實是需要什麼 他們真的追求不是物質 他們除了體驗之外 他們開始追求知識 價值觀 和精神上面的體驗 三樣東西 十幾年前那些80後 即是那時二十幾歲的80後 都是五五波 但五六年前 這個語言突然很興奮 就好像每個人都想學中文 他變成精神資產的語言 你不懂這個 你落口吧 你都不認 你都不懂 你都是土號 你都是物質 你都是上一代 你出現了 所以突然之間發覺到很多人 去學文化 學藝術 學音樂 去彈琴 或者去學拆展 你不會突然之間很多人去做 這個就是原因這件事情了 尤其是良 discussion 甚麼事 中文化